表现是什么造型啊 一代早和大帝来的近距离亲密签索 咱们今天可是花仙子模式啊 念不先脏 我 意涵 我蜂王势不良力 我一定要让他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怎么了这是 什么仇什么愿 讲出来让我高兴不想 别提了 是这样的 可恶你这个蜂王为什么莫名其妙打我 那些花明明就是公共的 又不是你自己种的 我身为花仙子 猜点花怎么了 因为居然把我的花仙翅膀给打掉了 事情就是这样 这花仙子没了翅膀 还怎么算仙子嘛 但是振夺起来 反正我们现在也还能通过吸收线花能力变强 别放弃 走走走 咱们吃点线花卷 层面就有不少了 看我的能量汲取 一朵大黄花就被吸收掉了 光元素成功增加了一点 一朵不够 我需要多吸收点 黄色花是光元素 那红色花呢 让我试试 是火元素 但是这还有个蘑菇 要不你也把它也吸收了 蘑菇 算了算了 这不是花 万一花仙子 是蘑菇闹肚子呢 我还是继续找我的花算了 蓝色的是水元素 黄绿色的是木元素 完蛋 目前怎么一朵花都没找到啊 该不会都被我吃光了吧 可是我感觉不对劲 我怎么在靠血啊 这是正常现象 咱们花仙子不需要吃东西 平时需要汲取鲜花能量 现在太久没汲取 就跟普通人很久没吃饭一样 饿得不行了 再这样下去咱就会狗带的 快抓紧时间找花 表妹快来 这里有一朵漏网之鱼 这一朵我们怎么饭 一个人都不够吃 先别吃 我自有妙用 可恶这怎么还有个野人 在看我们笑话呢 这难忍吗 不能 我打 别以为你全副武装 我就会怕你啊 看我不把你这盔甲 给扒了给我自己 好想我跟你越通越 我自己的点点血量 和人打了起来 就还打鱼啊 快快给你 保护好自己啊 咱继续找花去 下面这地方刚刚没来 不错 有大量的鲜花资源 表妹要跟你说啊 你先别把花吃了 我们呢 把它们做成种子 一朵花能够变成四个种子呢 那必须相当于 一直有花 再有花饿肚子了 对 难量会蹭蹭的长 瞧好了啊 种出来的花呢 咱们再变成种子 无穷无尽的 有多的花 还能够放到包里面 当存粮 可是收花也太累了吧 跑了半斤 手都算了也没收花 你说的有道理哼 幸好什么困难 都难不住 我的聪明老官 既然盗谷 能够有收割机 那鲜花为什么 不能够有收花机呢 下方找材料 做收花机 你以为一当上花仙子 就能够靠鲜花和露水 快乐的活下去 没想到还是 逃不掉挖矿的命运 看来这辈子 都离不开挖矿了 提炼点矿石 幸好啊 这收花器不难做 要用的材料也不多 这么快就做好了 咱们快回去继续花 你不是很想打败风王吗 可不如会啊 种花大爷现在开始 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勤劳的花仙子 每一会儿就全部种完了 这些花也很给力哦 瞬间全开 看我的收花器 能只收走花 但是保留种子 这一步就无所得进了 来表妹 给你一点 我们拿刷数剑刷难力 早就报仇 这些元素 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还能够元素觉醒呢 对但是不好 有蜜蜂蝴蝶 然后不挡乱啊 那正好试试 我们觉醒的元素之力呀 一顿乱打轻松消灭 哎呀 你来多少我打多少 我还要把你的大王给倒塌下呢 不错嘛 掉了那么多的翅膀碎片 可以把花仙翅膀给做回来了 有了花仙翅膀 我就能够重新像个像样的仙子了 就能够飞了 还有谁能够欺负我呀 现在我要去找风王算账 找到了 在这五分东西学院一定能先的 这蜜蜂还挺厉害 不会是能当个风王的 再厉害又能怎样 没有我的花仙子厉害不 这不够带了吧 这个知道不要轻易招惹别人了吧 哈哈哈 哈哈哈哈